财病多年的大西国小多两分校 如今已变成一处积木生产工厂 以目前教育部规定的都会小学人数 未打百位学生就财病的方式 但是对台东县而言 目前教育处正年龄将财病人数 下压到50位的小学或分校 考虑采取改为分班的方式 目前全县未打30位学生的学校就有12所 其中有7所是分校 也都是原乡的小学 教育处表示目前这只是初步的构想 教育处表示对于这项计划还得进行讨论 必须考量多方的面向 我们要处理这样的活动 第一个先要考虑到的是学生的潜意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第二个是考虑到 现有财务状况的 能够支援的这种状况 第三个是社区民众对这个学校的看法 这个我们未来会透过沟通和协调的方式来办理这样 对于政策上的财病 在原乡服务的老师也提出了看法 那如果说真的要把我们背校之后的空间 作为部落的闲置一些空间的话 其实要有一些规划 比如说你这个社区你要发展什么样的产业 那这样子我们背校所腾出来的空间才有那个意义 由于财病原乡小学的策略 可能与原住民主教育法有所冲突 先复表示既然和教育有关 当然原住民主教育法也会纳入考量因素 记者卡托夫亚呼噜台东海端采访报道